马来西亚槟城慈祭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前往慈祭马来西亚峰会 正在建设的教育中心以及洗身中心的工地 除了用行动表达对于工地菩萨的感恩 也让孩子们了解幸福生活的背后 不忘这群建筑工人们的辛苦 马来西亚峰会教育中心预计将在2014年完工 洗身中心也预计在明年底落成 建设工程马不停蹄 这天慈祭幼儿园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 向工人叔叔说感恩 感恩辛苦劳动的工人叔叔 孩子们也送上了自制的寿司 这让工人暂时抛开了工作重担 感受当下那份窩心的感动 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想让孩子去感恩各行各业 延续之前生活一个行善行效不能等着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感恩送案活动 也可以启发孩子的一个行善的行为 新生感恩是良知的开启 孩子们身体力行 传递爱 踏出了人生良能的第一步 社会未来的希望 代言新闻杨伟欣 陈瑞文 马来西亚 槟城报道 我们下期见新闻杨伟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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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